今天要來跟你們分享的是2021年下半年全新的網購審卡 最高可以享用11%的現金回饋喔 哈囉我是群你 今天呢想來跟你們分享的是2021年下半年全新的網購審卡 在下半年會有很多信用卡陸續調整他們的回饋 當然呢也會有新推出的信用卡 今天呢想要來跟你們分享的是在2021年下半年新推出的信用卡 在網購上面最高可以享用11%的回饋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呢我們就繼續看下去吧 今天呢想要來跟你們介紹這張信用卡呢也是本支影片的乾爹 沒錯這支影片呢非常感謝我們的彰化銀行贊助播出 所要推薦的信用卡就是由彰化銀行推出的一張網購審卡 這張信用卡的名稱就叫做張以買購卡 這張信用卡目前的回饋公告是到今年的12月31號 他在一般通路上面消費可以享有1%的現金回饋 在網購通路的部分國內最高可以享有4% 而在國外呢最高則是可以享有5%的現金回饋 網購的4%以及5%是屬於疊加式的回饋 首先第一個部分你今天早在網購通路上面消費呢 就可以享有2%的現金回饋加碼 接下來第二個部分你今天早是新辦卡的卡友呢都可以在額外想要1%的現金回饋加碼 這邊所指的新辦卡呢不論你是新救護都是可以享有加碼的 只要你今天是第一次申辦這張張以買購卡就可以額外再想要1%的現金回饋加碼 所以呢如果把這些回饋都疊加起來的話你今天在國內網購消費呢 就可以享有一般通路享有的1%現金回饋之外呢 在額外加上網購想要的2%回饋加碼 以及呢新辦卡額外加碼的1%現金回饋 最高就可以享有4%的現金回饋 如果說你今天想要在國外網購的話除了想要以上的4%之外呢 你今天早在張以買的一財寶平均每個月的餘額呢都大過於2萬塊以上 就可以在國外的網購通路想要1%的現金回饋加碼 所以呢這樣疊加起來最高就可以享有5%的現金回饋 張以買的一財寶其實我之前也拍過影片介紹過很多次 他呢在10萬塊以內可以無腦想要1.2%的貨出利率 那如果說你今天符合條件的話最高在15萬裡面都可以享有1.5%的貨出利率喔 他在網購的部分所有的回饋加碼每個月是300元 所以你今天早在國內網購的話最高可以刷到1萬塊 而在國外網購呢最高則是可以刷到7500元 反正這張信用卡其實還算是蠻無腦的 只要你今天是新辦卡的話 保底在國內網購上面最低就可以享有4%的現金回饋 其實這個回饋算是還蠻高的喔 重點是呢他是網路通路都可以享有網購的加碼 所以呢這張信用卡在網購的部分可以消費的範圍非常的廣 跟大家介紹完這張信用卡基本的回饋之後呢 他的回饋還沒有結束喔 你今天早在週六或是週日在指定的網購通路上面消費 就可以享有最高11%的現金回饋 這11%的回饋也是屬於疊加式的回饋 第一個部分就是在國內最高可以享有4% 而在國外最高可以享有5%的現金回饋 而第二個部分你今天早在指定通路上面消費 國內呢就可以在額外加碼7% 而在國外則是可以享有6%的現金回饋加碼 你沒有聽錯他的加碼回饋就是7%跟6%其實很高喔 我個人認為其實他的指定通路都算是還蠻實用的 在網購的部分包含了 MOMO購物網 蝦皮購物 PC Home 線上購物 淘寶網 以及天貓 在串流語音的部分呢包含了 Spotify Netflix KKBOX等等 在遊戲娛樂部分則是包含了 PlayStation Xbox Nintendo 如果說你今天想要外送的話 他一樣是可以享有回饋加碼 那他外送平台包含了Ubereats Fullpanda 以及 有無外送 所以呢簡單來說你今天不管是要網購或是點外送 都可以享有最高11%的現金回饋喔 在指定通路加碼7%以及6%呢 他的回饋上限呢 是共同計算的 每個月的回饋上限呢 是200元 但是呢這個指定通路加碼回饋跟前面提到網購加碼回饋呢 是分開計算的 所以這張信用卡絕對是周六周日消費的首選推薦 如果說你今天是在12月31號之前申辦張寧的買購卡 除了可以享有網購的一趴回饋加碼之外呢 你今天早在合卡30天內任刷一筆 就可以享有30天 瀑布的保值電子書免費體驗序號 以及行動電影院任一部電影兌換一組 所以啊如果說你本身就有在閱讀電子書或者是很愛看電影的人 我個人認為他的手刷底其實算是蠻不錯的 這張信用卡其實也算是一張蠻好養的信用卡 他首年是免年費 而之後呢你只要有申請電子帳單就是免年費的 所以呢如果說你在下半年網購不知道申辦哪張信用卡的話 我個人認為這張信用卡不管你今天要網購或是訂外送 絕對都是一個最好的首選推薦 重點是就算你今天不是在六日消費的話 平日在網購通路的部分國內有4%國外有5% 其實也算是一張回饋很高的信用卡 而且重點是他平日網購的消費範圍其實很廣喔 今天影片呢就跟你們分享到這邊 如果說你喜歡這支影片的話呢 不要忘記幫我喜歡或訂閱我 記得開啟小鈴鐺才不會錯過每次上線影片 小鈴鐺如果有更多生活動態的話歡迎Follow我Instagram或是按讚粉絲專頁 也可以叫會員幫助我創作更多機密優點的評論訊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噗 其實我個人覺得這張信用卡的回饋算是還蠻不錯 因為他在國內網購4%國外網購5% 現金回饋的部分 他並沒有非常明確指出說你一定要在指定通路上面消費 所以我覺得他是一個比較全範圍一點的 網購信用卡 就不是說你今天只有在 什麼Momo PC用上面消費才有 這些回饋加碼 其實沒有 你知道在平日是在網購通路上面消費都是可以向我回饋的 所以我覺得他一定是下半年無腦神卡的前幾名 但我之後還是會整理網購的信用卡或是國內無腦信用卡 以及一般通路的信用卡 這些我都還會再一一的統整給大家 所以如果說你不想要錯過任何詳細資訊的話要記得打開小鈴鐺才不會錯過每次上線的影片喔